第二个话题呢就讲到这个孟建柱了 公安不清洗迎接抓捕孟建柱 这是你做的所能听闻的标题 你给大家说一下怎么个迎接法 你简直就是我在你的标题之上 你本来很省度 我帮你降低了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是评论节目 我觉得你那个还太可怕了 到手即时 我觉得这个 我先给你说这个倒数即时 为什么用这不是我的话 这是我的一个独家信息来源的原话 你现在玩神秘的 不是 独家消息来源 这真的是独家信息 今天有些信息 我在这第一个节目谈到的话 现在这个节目谈都是独家信息 倒计时这三个字 根本就不是我陈小平的原话 是一位信息源的人的原话 是倒计时 我给你老人讲吧 抓不抓孟静柱后来怎么抓 现在中央还在考虑之中 主要的问题是孟静柱现在住在医院里面 住在医院里面有几点情况 第一点情况就是黄菊的模式 让你死了还可以死在挡在华堡里面 你死在这后面还可以盖上了 这个党旗国旗 还有一点方式是康生模式 你死了 可能给你盖上国旗 盖上党旗 过了几年以后 再把党旗和国旗给你宣掉 第三点模式呢 是徐载号模式 就是你在监院里面 不是 你在这个医院里面 对不起了 我现在你的窗户 我要定上木板 定上铁板 当时要抓徐载号是定上铁栏杆 定上铁栏杆 而且是找上空军的人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搞不清楚 这个海军 无声力这批家伙 对吧 还有海军这批家伙 根本搞不清楚 谁有都生 这个导弹部队 本来就没几个兵 对吧 陆军那个时候没有总部 根本靠不住 总参总 总 都被徐载号 河北行那边搞 搞得狠 就是都把他们的班底 给经理起来了 没办法 只好用这个空军 空军 许其量的老班底 找过来 跑到这个解红阵总医院 把那个铁栏杆 不是 把那个窗户 看上这个铁栏杆 笑死你了吧 当时是我们独家报道出来的 那么这一次 你有你的独家消息 我几乎没有独家消息 我没有什么独家消息 我是几个消息来源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说了 现在孟静柱就看他的身体状况了 如果身体状况确实非常糟糕 北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要不要真的把他抓起来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现在在医院里面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个确实是真实的 这很荒谬 我在这个 昨天的点点中国 我最近在尝试一个新的节目 叫点点中国 每一天尽可能是二十分钟之下 第一天十八分钟 第二天十七分钟 昨天做到第三期 又变成二十一分钟 所以我今天警告自己 尽量来短一点 那我昨天讲这个点点中国 一开评就讲到了 公安部 那是国务院的最有权力的部门 他比外交部权力大 比国防部权力大 甚至比这个小国务院的 法国伪权力大 因为公安部是抓人的 抓人 瞎死人 实际上自己这不安全 在公安部第一任部长 你去看看 谁啊 卢又青 卢又青挪在这么一个下场 然后是谁啊 谢富志 谢富志挪到那么一个下场 然后是谁啊 李正 李正是在 公安部的这个地下 那个他们叫地下史 那不叫地道 对吧 神秘死亡 一直到1977年 七几年 公安部党组 说做出一个决定党委 说他是位在自杀 因为他当时得到了 从陈北达哪个地方 得到一个什么消息 觉得自己肯定完蛋了 那么然后 后来慢慢慢慢 还是平息下来了 但是从周永康开始 又来这么一个循环 对吧 周永康上去清理了一部分 这个贾成旺的势力 把当时候的贾成旺的办公厅主任 刘耀静把他贬到南方的这个武警学院当副院长 对吧 然后也抓了一批人 但是基本上是呢 这个副部长 副部长 李济周好像是那个时候抓的 还之前抓的 我忘了 李济周 还有谁啊 李济周是他之前抓的之号抓的 我已经忘了 是允烦案 还有就是几个私局级干部 但是周永康根据我对公安系统的了解 这个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在公安部得到的名声要好很多 他基本上不在公安部太大的互动的整人 也没有对原来的框架有很大的变化 他要乱搞 也只是在中央电视台乱搞一下 在石油系统乱搞一下 但整体来讲 提升了整个公安部的这个待遇 什么大楼啊 什么福利待遇啊 周永康帮助了很多 结果没有想到来一个孟静柱 孟静柱收拾这个周永康是公安部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因为周永康在这几个常委里面 他们的家族里面 相对来讲 贪污复化不是那么严重的 结果反而盯着了他 这个很好玩 而且下手那么狠 下手那么狠 全家满门操杂 不是操杂 对吧 整这个A系户 黄黄什么东西 对吧 现在那个女士现在都没被释放 是美国人的 对吧 是美国人你管怎么用啊 这个时候你宇宙人都不管用 抓的就是美国人告诉你 对 他的侄子 他的儿子 周永康的妻子都被抓了 对不对 而且把周永康的那个势力进行那么一种清理 是没有道理的 干掉很多人 但是没有想到是 现在又浪到孟静柱自己了 你说好不好玩 你说公安部作为一个专政政权 他以后没抓人 最厉害 搞了半天 他自己再不安全 你就想一想 我们不要说这个周永康 时候被抓了副部长 多少副部长 死去一干部 你就想一想孟静柱下台之后 公安部抓了多少人了 对不对 从去年开始 孟宏伟吧 对吧 然后今年是 孙力军吧 对吧 死去干部抓了一大堆 对吧 还有原来的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郑宏伟办公室主任 郑飞什么东西 郑飞林吗 曾经是公安局局长 对吧 现在的新闻发言人 抓了一大批 而且呢 让他莫名其妙 去向不明的 刘耀金 你看刘耀金到哪去了 1959年出生的 对吧 甚至跟习近平还有一点关联的 孟宏伟到哪去了 李伟到哪去了 陈志明到哪去了 孟静峰到哪去了 多少人了 多少人了 公安系统每一次这个只要放掉举字 放掉举字 下面就开始清洗 清洗公安部是整个国务系统 清洗的最多的一个部门 我星期五啊 找这个高光俊先生做了一个节目 谈的是个香港的国安法 大家没听的话呢 可以听听啊 那个我觉得挺有信息量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猜一句话啊 高光俊先生跟我们讲过很多的信息 根据我后来的核实啊 也不是核实了 就正好我在另外的一下途径 顺了也就听到了 跟高光俊先生讲的很多信息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尤其是关于他们西纳政华学院 在这个公安系统的这些 这个发展的问题 包括什么何庭啊 杨晃宁啊 这个刘耀静啊 窦航伟啊 这些东西啊 一大票啊 江碧新了 有些是他告诉我的 有些是别人告诉我的 先你看看你把人家 高光俊告诉你的信息 都给捅出来 就不利了啊 嗯 没没没 我是证明他 证明给我们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 是相当准确的 他蛮了解情况的 因为这个 你在谈这个公安部 被整的厉害嘛 对 你前面列的那些公安部部长被整 那只是部长站错了队 他整就整一个人 对 像你这那样的 死的不明不白的 最后说他自杀 这个东西到现在就是悬案 就没破过 最后说他自杀 是不是啊 那怎么可能就死在那地方呢 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是个几十年没有解决的悬案 那么 现在这一几个公安部 高光俊在星期五的节目提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 郭升坤所在时代的公安部单位委员 十几个人 一洗到底啊 你就不用数了啊 就是从上到下一路洗下来啊 进监狱的啊 被抓的贬值的退休的啊 找一个地方去养老的啊 刘岳静啊 他说是最后一个 哎 我查了一下 刘岳静现在去了政协 嗯 岁数也没到 对吧 不 他是最新出了政协 还是知情出了政协 他现在在 我看现在他现在的单位是政协嘛 嗯 你在哪里写的 我看了那个 昨天我查刘岳静的这个简历嘛 嗯 啊 他上面写的什么职位啊 不知道什么职位 政协一个什么 什么玩意儿 对对 我看一下 不是 政协委员是补行上去的 还是知情上去的 那么我 我看 你看刘岳静的这个 现在大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啊 第十三届 啊 政协 这个 外事委员会委员 嗯 那是 是什么时候的外事委员委员 是最近当 当的外事委员 还是啊 这个 换届的时候就成为了外事委员委员 18年3月 以特别身份 参加政协 十三届会议 并任中国 18年3月开始去的 嗯 对啊 所以就你不能说现在去了吗 如果现在去了 这说明他暂时呢 放在政协那个地方 如果是18年去的 那就没什么用 因为18年正好是 政协换届嘛 他为什么能够进政协 就是因为他在公安部系统 负责反恐工作 负责禁毒工作 他具有一种国际化台证 也就是跟卫士部门打造的比较多 所以给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名字 是这个 嗯 就是这个星期五的这个节目呢 那个高兴就提了 就是他说 凡是郭部长时代的 那些啊 公安部党委员 已经全部洗干净 啊 一个都不剩 现在啊 就剩郭声坤啊 没有出事 嗯 基本上是这样啊 别的人 当然你看刘悦静 这样说没有出事 不知道啊 这个向林向林 胡锦涛社的中央军委 出了胡锦涛没有出事 之外基本上都出事了 啊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公安部啊 这个地方 原来第一次你跟你谈节目 谈这个 苏立军被被抓这个事情 我就看公安部这个官是不能当的 一当就说明这个 这个危险了 嗯 真的是危险 太危险了 这个地方 嗯 原来我们说过 郑娟委很危险 防这个防腐败的时候 郑娟委成为危险单位 啊 后来郑娟委真的不算啥了 啊 后来也是中央军委危险 现在最危险就是公安部 真的是公安部 公安部一息 这个孟建柱的这个事情呢 啊 你刚才提到三个模式 啊 不管是哪个模式 就是孟建柱最后 他的事情该该关灯定了 就是这样 嗯 这是肯定 嗯 另外一个呢 如果孟建柱 他要不进医院 他还 还在外头的话 那他抓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他 身体没有恶化 或者他继续有自由 那都是一个指标啊 啊 如果真的 如果孟建柱被抓了 或者他病入高欢 活不过来了 那么觉得孟建柱 这个时代结束了 那么 对现在领导人的威胁 也不存在啊 所以对这种追查和清理 才会告一个段落 一定要达到某个节点 才会完成这个清洗 否则的话 他还是一种棋子 嗯 真的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呢 这个皇军模式啊 堪生模式 徐才厚模式呢 我觉得徐才厚模式很 影响比较大 为什么呢 孟建柱 这位一座山 后面还有一座 还有三 还有好几座山 对 对呀 所以说我觉得 并不像徐才厚 徐才厚 把他搞掉之后呢 说实在话 也在某个意义上 是一种 长远效果 对 那么搞这个 一个是 徐远波 还有一个就是原来 郑小平的秘书家 王什么 王什么 什么 王什么林 对 对 王什么林 嗯 他问题就是 徐才厚要搞他是 因为徐才厚 后面是有资源的 那么这个 孟建柱后面 也是有资源的 孟建柱最大的资源 就是几个嘛 嗯 一个 就是江泽民 你把江泽民 个老爷子给翻出来了 对 江泽民现在呢 也是已经 随时 看是党组织 要不要他去接马克思 要接 也差不多了 嗯 嗯 那么第二个呢 韩正 韩正 因为他们是 在过去这些年 也是何都何少 有很多合作关系的 那么 孙力军 在韩正 在这个 这个过程中间 孟建柱这个过程中间 是什么角色 现在还不清楚 嗯 嗯 那么您刚才讲的 啊 这个所谓的 格胜坤时候的 党委委员 我们今天就把它捅破了 无数格胜坤的 党委委员 对 就是孟建柱跟格胜坤 安排的党委委员 对 就是你捅破了 对啊 不说到这份上 你不捅破 对 就是高光锦把这是 他说已经洗完了 就到这个阶段了 就是这样 现在只有一个 也不能说完全洗完 还早了 公安部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怎么认定 就是 斗航伟 知道吧 嗯 斗航伟跟杨晃宁 跟何庭 他们都是当年的 巴哩巴哩的人 OK 他也是洗了 正法玄运 八大金刚之一 嗯 刘耀静呢 是跟他老婆一起了 就混到了天津 刘耀静在天津的时候 还得到一个人的提发 这个人就是张伟 刘耀静和这个 现在的夏宝龙啊 他们在这个天津的时候 就很熟 所以原来说呢 公安公使 由来刘耀静的出任了 是夏宝龙提议的 但是在目前看 刘耀静 比较悬 因为刘耀静有 双城之问题 啊 双城啊 嗯 哪双城啊 啊 第一 他是 夏宠旺的 嗯 办公厅之人 嗯 周永康一上来 就把他给灭了 你看孟静智 灭掉周永康 又重新启用了 刘耀静 所以他有 双城问题 刘耀静同志 嗯 啊 杜耀静呢 他是一度呢 去了这个陕西 没有被陕西啊 啊 那个地方啊 啊 这个好像跟北京 没有关系 但是事实上呢 他去陕西 啊 和陕西的 整个号的 回到公安部 他是认为呢 跟孙力尊 和孟静智 啊 有一些关联 但是这个关联 都深 现在不知道 他现在挂在 公安部的这个 核心领导人物之一 嗯 对 东宏伟 现在实际上是 实际人物第三位嘛 啊 副部长 对 啊 他为什么是 实际人物第三位呢 他是授予了 在公安系统 比较熟悉 公安部业务的人 现在老同志就是 都很伟了 嗯 现在都不是 什么 申请养 是曾 啊 申请 是曾海南 曾这个 江西工资部 以前就在 陕西组织部 那个公安部的 没关系 那林瑞是 从这个厦门 什么地方 附近掉上来的 现在你去查一查 陈小平 不是啊 我跟你提一个 公安部 这是附近部 附近部 嗯 只要我看 公安部的晚葬啊 刘岳静 不再担任 公安部 反恐专业 党委委员 是最近抹掉的 嗯 对 6月29号的消息 把他党委委员 抹掉了 有抹掉一个吗 聂傅儒也抹掉了 嗯 这个是部长 助理党委员 也抹掉了 嗯 最近抹掉两个 啊 聂傅儒呢 是这个 吉安司军毕业的啊 后来分配 在煤矿工作 然后就去了 这个什么 哪个学校 读了一个 就是现在 井岳山学院 那个 那个吉安司军 因为有 有这个 曾经红的关系嘛 你知道吗 嗯 有曾经红的关系 就把这个 吉安司军 改名叫 井岳山学院 因为这个 谁好像是吉安人嘛 那么他是江西新干人 他有一个呢 江西是 江西新干 是不是吉安 是不是吉安地区啊 那个江西还有一个 鱼干 鱼干人有出来一个人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吴光正 吴光正 吴光正当纪委书记 所以使这个 叶浮渝呢 就是在 这个纪委系统啊 就慢慢升官 而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上海人 叫张慧欣 他是不是上海人 我不知道 从上海纪委书记 调到中纪委当副书记 所以呢 就把他安排 给了张慧欣当秘书 后来又兼任第六十 中纪委第六十啊 这个副主任 主管这个华东事务 包括内蒙古啊 北京的这些地方 那么后来搞到公安部 公安部以后呢 就得到孟静珠啊 得到这个 森立军这票人的 这个拉冷 但是叶浮渝 是不是被干掉了 现在还不能说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最近有两个 政治部主任吹人啊 嗯 知道吧 一个是国家安全部 政治部主任 原来的主任叫 李文章 李文章来 结国家信访局的局长 信访局的局长 叫须晓琼 是这个原来的 江西公安厅厅长 江西省政华委书记 是孟静珠把他提发到 国家信访局 但是查孟静珠 其实最开始 须晓琼也是个突破口 须晓琼被干掉以后 为了押政 所以从国安部把李文章呢 就调到了 这个信访局当局长 那么现在国安部就缺了一个 这个政治保卫 政治什么 政治部的这个主任的位置 空的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空的位置 就是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叫洪立军 是叫洪立军吧 洪立军早几天 早一段时间啊 这个跳楼自杀 当然组织上 赞成说别跳楼自杀了 就说 这个阴病身亡 实际上是跳楼自杀 那么他跳楼自杀以后 现在司法部也缺一个政治部主任 所以有人说了 叶沪宇就暂时 去当一个政治部主任 现在搞不清楚 是国安部还是司法部 如果假如去那个部门 就说明他暂时可能楼个位置 因为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和国安部的政治部主任 哪里能够跟公安部的 这个部长做的能够比啊 那个含金量不习马上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清晴的差不多了 你看傅政华把他从公安部挪走 到这个司法部当一个部长 然后让他退下来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黄明 对吧 黄明去了印记部 因为印记部那个部长好像得病了 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是代理了 主管日商事务 而且黄明这个人嘛 虽然他跟这个周永康一起去 他也被查过一段时间 因为周永康不到他家里去 去什么父母进坟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下跪嘛 周永康当时就跪下来了 一跪下来以后其他同志也跟他一起跪了 知道吧 黄明因为在这个周永康的这个 这个 左背面前下跪 所以后来被查了半天 查了半天黄明说 当时大家都跪啊 你说我不跪能行吗 后来组织上一看也对 所以也就是没有把他继续追求下去了 公安部的这个大倾斜 在我看起来啊 不能说完工了 还没有完工 因为为什么 前国的公安厅局长啊 多少人都是孟静俊审立军安排的 这些人在2017年前号 孟静俊就安排好了 就现在这些人还在台上啊 这个高冠军那个节目里谈到一个人 赵和志也待不下去 召开志是这样的 召开志肯定要走人 召开志是百分之百走人 但是不一定是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召开志年纪大了 他本来是孤独人物 他当不了政法委书记的 他说这要挪位子 召开志是退休 召开志是退休 未来可能政法系统也 执不执行搞不搞的 我也不知道 基本上政法系统当家人 就是三个人 第一 王小红一把交易 第二 陈一新 现在政法委秘書长 第三 司法部部长 唐一春 然后下面就是要 国家安全部 这个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然后这个法院院长 都要换人的 我看这照片 我看公安部的网站 这个王小红 照片上小帅哥一个 这个 帅哥一个 刘昭是老帅哥一个 别的几个 刘昭好像是北京人 刘昭是小帅哥一个 老帅哥一个 刘昭是陕西人告诉你 你刚才提到的是福建 福建人在观众 实际上这个核心领导人 好几个是陕西的 我知道 他好像刘昭是在北京 什么地方上来的 刘昭是陕西的 对这个许甘露是福建的 对 林瑞 许甘露 林瑞 王小红 有三个 对 我们的这个编导啊 要把这个英文名字的 这个把它给拿掉 在后台里面跳舞了 这几个年轻人 看到了吗 这个从王小红开始 都是小帅哥 所以是应该算年轻一代的 这批人进去之后 估计能够搞个一二十年 如果习近平在的话 他搞个一二十年 问题不大 我们的编导在不在 把这个 那个跳舞的 英文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把它拿去掉 对啊 这是没办法 我们已经 把它 他已经出现在视频里面了 嗯 哦 现在他在 举着一个手 没办法把它踢除 是吧 嗯 OK 他们怎么能 拂进来了 就莫名其妙了 嗯 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出出的很 真的很 我们把它 已经把它踢掉了 这个好玩 公安部的这个故事啊 还在进行之中 我是觉得这个 实在是太残酷了 真的是残酷 嗯 这个这个一倒霉 如果你是光荣退休 那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人看你命运好不好 比如说最近的 国家安全香港那个公主的副局长 李江舟 嗯 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李江舟 啊 他是当年的天气日的秘书 那是高冠俊的学生 他那天介绍了 嗯 哇 他牛红红的 高冠俊教过他 他是86级的 他是86级的 公安这个是公安 那个高冠俊是他的学生 也是西南的 嗯 啊 他不是西南 不是西南 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大学 公安大学 你猜猜 李江舟是田急 公安大学86级 对 公安大学86级 对啊 所以高冠俊 是他的老师嘛 他是田急育的秘书 但他之前呢 跟陶四局的夫人叫陈红芳 嗯 在公安部移居 他在九十年代开始 就参与香港事务 人家后来一步一步提升 得到两个人的赏识 一个是田急育 他的老板 一个是陈志敏 啊 陈志敏当时 负责这个移居工作嘛 就是国保嘛 进来叫正保嘛 那么后来 他居然成为了移居局长 哇 移居局长是很容易身上去的 部长做的 但是这个时候 森林就把他干掉了 干到哪去了 干到香港 当这个中联办的 警局去长 结果这一次冒出来了 李江州 那我看到观众的留言啊 比较有意思 刚才一个是补充 就是那个人叫王瑞玲 邓小平留下的老陈 叫王瑞玲啊 当年是 对对对 盖天的 另外一个这个网友说 我唯一能表示支持许章润的啊 是听到这些消息之后 到亚马逊买了一本 戊须六章啊 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叫戊须六章 嗯 这个我刚才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这篇 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它是出版了 历经坎坷 它原来啊 在香港一个地方 一个出版是出版 后来北京直接去施压 你不能出这本书 啊 香港现在 告诉你 基本上没有一个出版自由的 已经已经基本没有了 然后这个书最好找了一个地方出版啊 这个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书现在挂在亚马逊可以买 所以有兴趣的去支持许章润先生的话 去买他这本书 嗯 嗯 嗯 那个我们认识的一个澳大利亚一个学姐叫 北杰明嘛 嗯 北北北 北杰明 北杰明 他他把许章润的很多的这个文章翻译成了英文 嗯 这个确确实实是亚马逊有这个物须路章的这个书卖 那么我把这个链接呢贴在聊天区啊 我们的观众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啊 参观啊 嗯 这个信 谢谢这个网友的信息 嗯 网友还有什么意见 他是个有个叫考验的网友说 吴关正没做过吉安市委书记 是武汉市 嗯 没有说他做过吉安市委书记 没有讲过 纪委书记 纪委书记 啊 纪委书记 啊 那个吴关正也不是吉安 吉安人 他是上妖人 嗯 他是江西鱼干人 嗯 啊 这个耶护鱼是江西新干人 啊 新干是吉安的 嗯 好 这个话题呢 我们公安部已经说完了 我们老何市公安部人事问题专家啊 对这些人一清乱楚 啊 这个要了解每个人这个怎么个露宿啊 这个昨天那个星期五 这个高文君还提到一个人叫松青野啊 实际上公安部的话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这次公安部的这个去啊 派到香港的这个啊 国安公署的这个署长的这个人选啊 他说实际上这里头也有一方这个拼斗 那我的感觉是就是说他弄了一个哎公安圈以外的人去那负责去啊 是不是这个对这里头的公安系统人他本身不放心啊 啊 啊这个 这个孙青野他讲的是谁吗 孙青野是孙青野他孙青野他是找不到对找不到他的简历 他是个 孙青野是 不是画面 嗯 他是真名 他是啊 国安部的孙青野 叫 坚别新野 他这个搞这个香港国安啊他这次主要是根据风水大使跟他点的 知道吧 风水大使点了以后发现陈思云不行 因为陈思云对方一撕云就撕到这个这个英国去了 那不行 而且陈思云现在处理珍宝工作啊忙不过来 公安部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 后来发现这个邓 燕雄啊 真好符合这个风水的名字 因为叫 这是 你这是独家消息啊 就是通过风水来决定国安公署署长的人选 叫 北印南非 知道吧 北印南非以后 叫 李江州 李江州叫 北云渔州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网还不用撒来 你渔就跳到我船上来了 我网还不用撒来 你们自己就自讨罗网 我网都没有 你直接跳到船上出来 叫北云渔州 申请也是什么意思啊 代表习近平的狠定和蛮定 申者 我兼必亲也 知道吧 是这个意思 申请也 后面还有一个名字 陆惠宁 就是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失贿给你恩惠 然后我保待安宁 这个老河几天不见 学风水去了 哎呀 中国四大 四大这个文化遗产 你哪了解啊 对不对 这我真不知道 其中一个就是风水 这些事情呢 都是很讲究的 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风水 不以神 这是只是听说这个 郑彦雄 他是非公安圈的人 这个跟公安整个清理有关系 不是 这个一个的开玩笑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个郑彦雄 他听得懂广东话 知道吧 你听不懂广东话 你搞什么公安呀 你就想一想 那些香港人 他呱呱呱呱呱跟你讲 你听不懂 你怎么行 你知道当年呀 我到广东一些地方去啊 我发现那些地方没有公事 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在这里什么 没有公事呀 途给你们怎么搞的 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途给 没有什么进展上去 我问了半天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方干部 人数毕竟有限 他到了这个省委 到了县里面就很难下去了 一开会 下面的那些人就说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你看你在讲话的时候呢 这个你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所以很多党的政策 就没办法传播下去 语尼这个东西呀 是能够反应一个人的 独立人格的一个最好方式 如果这个人能够成小 他讲的话到晚年 还保持这个老的语尼的话 说明这个人是比较有个性的 不像现在都学会普通话 人的个性都被拉掉了 语尼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阻挡了这个 中共对广东的这个控制 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 那么这就造成 北京使征对这个广东 是最不信任的 就是恐惧啊 现在广东省委的班子里面 基本上没几个是本省人啊 李希懂粤语吗 李希不懂啊 李希不想说国语了 他连普通话都不太懂啊 这是几对人家吧 不是几对人家 因为他原来是在西北啊 甘肃 后来去了这个陕西宜安 对吧 他在宜安的时候 他呀就是命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板呀 跟这个是这个习正春的这个部下 所以那个部下呢 老是就看这个习老 一看了以后呢 就每次把秘书搭过去了 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这个李希 当成自己的干儿子 没想到这个干儿子 后来去了延安 他在延安 当书记还是市长 干了最辉煌的一个成绩就是 跑到上海去向习大哥请教 习大哥后来成了总书记 李希就成了政治主委员 哎呀 陈小平啊 有些人啊 陈小平就想搞政治 弄到最后面一个科长的当不上 有些人就没想到搞政治 他就成为了国家领导人 你说蔡奇 对吧 你说这些人 何在何能是北京市委书记啊 政治主委员 人家就是了 李希 对不对 李希能够在甘肃当一个厅长 就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政治主委员 对不对 你说那个叫什么 陈其市委书记 对吧 哎呀这个习近平这个班子 我们老是在批评 川普总统的这个班子 变化很快很乱 习近平倒是不变化 因为他没办法变 他没人 他用来用去就是 陕西 浙江 福建 现在还有一点点上海 浙江福建 在上海 这个 陕西 公开系统咱们不管了吧 还有没有人来讲话 没有讲话 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话题吧 讲完公开系统 有一个网友就说 叫Peter的 在说老何有料 这个何老板什么时候影子 小弟我一定投明镜 买明镜股份 现在就影子 现在就影子 现在影子 Peter你跟和平联系 现在就影子 现在就影子 好好好 谢谢啊 我们下个题目呢 就是我们和平先生 英国出了三大棒子 打北京 打中共 好